金牛座下周运势 10月14日到20日 事业运势 本周水星这位智慧的使者 悄悄溜进了天蝎座 为你们金牛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 就像是给你们的大脑安装了一双透视眼 让你们在工作中能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 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可是你们事业上的超级武器啊 不过 别高兴得太早 太阳三分木星和太阳四分火星这对活力组合 可能会让你们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变得有点微妙 一不小心就可能卷入人际关系的漩涡 所以 记得保持冷静 用你们的智慧和耐心去化解这些小风波 别让一时的冲动影响了你们的事业发展 而周四的白羊座满月 就像是给你们的事业注入了一针强心计 激发了你们的积极进取精神 这时候的你们 就像是勇往之前的战士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迎来而上 带来事业上的突破和成就 记得啊 这时候的你们 可是无人能挡的 财富运势 本周金星的动向可是你们经由做关注的重点 周二 金星对冲天王星 这股力量可不简单 它可能会让你们的财务状况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就像是股市的波动 一不小心就可能让你们的投资出现风险 所以 这时候的你们 得像个精明的商人 对每一笔投资都要精打细算 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然而 周三 金星三分海洋星 这股神秘的力量可能会为你们带来意外的财务收益或商业机会 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让你们惊喜连连 记得 这时候的你们 可得抓住机会 别让好运从指缝间溜走 还有 金星六分明王星 这股力量可能会带来财务转变或资源共享的机会 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宝藏 让你们在财务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这时候的你们 得像个智慧的探险家 勇敢地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爱情运势 单身的金融座朋友们本周金星进入射手座 这可是你们爱情的春天哦 新的浪漫机会或者重要的恋爱决定就在不远处等着你们 就像是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让你们心动不已 记得 这时候的你们 可得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别让机会从眼前溜走 恋爱中的金牛座朋友们 周四的白羊座满月可能会加深你们的感情关系 带来更多互动和沟通 就像是彼此的心灵相通 让你们更加了解对方 不过 金星对冲天王星可能会引发一些关系上的紧张 就像是平静的湖面突然泛起了涟漪 记得 这时候的你们 得多沟通和理解对方 别让小小的误会成了感情的绊脚石 健康运势 本周金牛座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 周四的白羊座满月 就像是给你们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考验 这时候的你们 可能会感到一些紧张和压力 就像是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记得 这时候的你们 得及时放松和调整自己 别让压力和紧张影响了你们的身心健康 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 就像是给你们的身体和精神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还有 记得多做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 像是瑜伽 冥想等 有助于你们缓解压力和焦虑 保持身心健康 好了 金牛座的朋友们 本周的运势就分析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魅力和实力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